这父亲可能面临解体 反正我是留着眼里写的 写完以后我觉得很轻松 因为那个院长人挺好的 我希望经过我写信给他 他会感动他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 他会理解我 你看过他写了什么吗 丽莹我没看 我每天都出去了 他写了信 他自己就寄出去了 有没有想到他在那封信里面写的 他在这个家庭的遭遇 我不是他没看到过 庄女士的信感动了院长 在他的安排下 庄女士接受了第四次试管婴儿的治疗 这一次的检查更为复杂 也更为精准 可以说希望更大 可是介于前三次失败招来的闲言碎语 庄女士这一次选择了不告而别 独自前往长沙治疗 没想到她的这次离开 让不明真相的陈先生家人炸开了锅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公公他是 等于是他今天晚上来 我第二天就要去医院医院约好了 我说了一声 爸爸我出去了 因为我跟我自己的妈妈都是说我去打工 因为你知道没有成功 前面几次编着那些 我家的长辈 他家的长辈 他会问你们 那个压力你们不知道 公公他看到我走了 他说你嫂子不去哪里了 也没打招呼 然后他妹妹就说 说我是看到我公公来了 不高兴走了 第四次去对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对 这是我是很理解的 我就跟我妹妹他们说了 我说有事情我是不想跟你们讲 为什么呢 你们嘴巴也多 后来我就是跟他们说 我说他是去长达 我说他现在压力很大 不想讲 因为讲了话一次又一次 知道不 其实我自己心里压力 压力也很大 知道吧 他也知道 我家里面的人 还有亲戚朋友 他也问我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也面对这个问题 我妹妹他们说 我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事情你们也不清楚 我说因为他压力太大了 去这个事情不想跟人家说 你乱七八糟 在那里讲什么 陈先生的眼泪压抑已久 而他的这番真情实义的表白 让大家感受到 他并不像庄女士所说的那么冷酷无情 对于做试管婴儿仪式 他是能理解妻子的 对于闲言碎语 他也是会挺身而出的 在清除了陈先生的态度之后 我们决定连线一个 让这个家庭备受困扰的关键人物 那就是陈先生的妹妹 喂 喂你好 陈女士好 您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 现在你的哥哥 还有你的嫂子 在我们这里调解 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 你曾经有说过吗 就是关于嫂子 做试管婴儿这件事 我说好了 有这些事情在这里呢 总是一个问题的场面 就是什么事情都没什么的 说真的可以了 一家有什么话 说出来 他都不算了 但是他还是走着丢钱 他你这个叫我 我说 我不好说 那现在你看哥哥嫂子 他们闹得要离婚的地步 你们知道吗 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 我们就希望他们离婚 你这个生来也好 你爸爸生他的经历 你这个生来 你又去 又三生下来 又吵得了 我们要去离婚 行 你的态度我们明白了 谢谢你 谢谢 谈及哥哥嫂子之间的矛盾 陈先生的妹妹 与其很生硬 似乎很不友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